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殷琪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首先让我们来梳理近期的文化热点 新时代之声全国美术理论研讨会 日前在中国美术馆举行 来自全国70多位美术理论家和创作者 以新方法 新理论 呈现新中国美术事业为一题 探讨推进全国美术理论的学术发展 把全国的美术理论家集中在一起 共同探导艺术创作的规律 艺术发展的规律 作为国家美术的殿堂 也是话语大众的平台 同时是国际交流的窗口 目前 中国美术馆收藏各类美术作品11万多件 这些藏品代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美术家的最高美术成就 也展示了新中国美术探索与发展的方向 是美术理论家研究的重要内容 日前 相约北京首届国际唐卡艺术展 即世界唐卡艺术大会 在中华世纪坛举行 此次展览共展出国内外古代传统唐卡 近现代优秀唐卡金品300余幅 汇集了娘本 耕登达吉 桑杰本等 十几名热共艺术国家级传承人 工艺美术大师和省级传承人的精美作品 还展出了嘎玛嘎兹画派 五金多吉 望清罗布等 青年画家的创新唐卡作品 展览分文献区 飞仪体验区 文创产品展区 国际唐卡艺术展等六个特色展区 每一笔呢 都有里面有这个信仰的力量 坚持的力量 才能完成这样精美的一幅画 每一个地方的唐卡都绘画的这种风格不同 记忆的方法也不同 所以我们要相互学习 相互教理 提起澳门 你会想到什么呢 是观野街的牛杂锅 还是澳门塔下的幻彩大巡游 又或者是被灯光点亮的大三八排放 各国顶尖艺术团轮番登场的港顶剧院呢 今年澳门迎来了回归祖国 二十年的纪念日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 独具特色的文化也让小城澳门四处流芳 那今天的节目 我们要带您一起走进澳门老街的葡式建筑 听听那里传来的鸟鸟乐剧声 尝尝在葡萄牙也找不到的葡国菜 走进文创小店 感受不一样的澳门文化风景 虽然只有17岁 麦小柔已经是社区街坊眼中的一名老乐剧演员 八年来每周四晚上麦小柔都会来到澳门的一家乐剧社 学习和拍演乐剧 这已经成为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婆婆带着我看了一整天的乐剧 然后也不会说闹要回家 就是会觉得很好听 很特别 这是我们中国独有的一种这么特色的文化 也有它的美在那里 我想一直继续学 因为真的喜欢是会喜欢它一辈子的 包括乐剧在内 澳门有八个非遗项目 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3年澳门又出台了文化遗产保护法 传统文化保护不断升级 中华文化是比较珍贵 也是比较独立 但是你怎么样保护它 或是你怎么活化它 这个事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我们会用一种贴近大众的 尤其能够让孩子们接受的一种视角去推广 就是我们希望使澳门达到有一个 全城美术馆 处处艺术园的 这样一个文化的效应 也更希望有很多很多的游客 包括市民 包括其他国外的朋友 看到一个更好的文化澳门 在澳门大大小小的博物馆里 从文墨山水到陶瓷石器 澳门居民不必走出小城 就能品尝到穿越千年的 中国传统文化盛宴 回归20年来 故宫的展品每年都会跨越大半个中国 来到澳门 近年来像故宫特展这样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动越来越多 中华文化以更为鲜活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今天的澳门从课堂到博物馆 从试词功夫到文化遗产嘉年华 行事多样的活动 让传统文化在澳门居民 尤其是年轻人的心中深根发芽 集善堂是郑光映弟弟的房子 在这一边我们看到的这一幅彩绘呢 它是出自于24校里面的故事 建于1881年的郑家大屋 是澳门具有浓厚传统中世文化底蕴的建筑之一 澳门高中生梁文婷和初中生苏家慧 已经在这里迎接了上百名 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游客 并为他们讲解郑家大屋的历史 和其中的中国传统文化 这里写着求名求利 必须求吉免求人 就是告诉我们 要想获取名利 就必须得靠自己的力量 这些都是中华文化品德的体现 两年前 梁文婷和苏家慧 与其他17名澳门学生 入选了澳门文化遗产 小小引导员实践培训计划 成为了向各地游客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小大使 我觉得中华文化 对于我来说 就像是我们的灯一样 然后它已经在我们的生活 各处都有体现 我们作为中国人 我们就会为中国的文化 中华文化而感到骄傲 而感到自豪 在中华文化得到传承 与发展的同时 澳门多元文化的特色 也得以保持 安娜在澳门老街 经营着一家 普世风味的餐厅 格鲁石客在这里 经常着 在葡萄牙 也找不到的普国菜 不一样的是 我们是一般的材料 是澳门的 因为我从澳门出生 从澳门长大的 如果过年的时候 中国年的时候 我们会吃辣椒 是我们的榨香的味道 中式食材和调料 西式烹饪和搭配 在澳门 他们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形成了别居一格的 澳门风味 2017年 澳门被联合国 评为创意美食之都 多元文化的魅力 在今天的小城澳门 处处可见 全年超过700场的 国际演出与展览 正在为澳门 打造与世界接轨的 艺术展示平台 在澳门 你可以领略到 世界顶尖艺术团体 带来的艺术演出 更能欣赏到 中国传统文化的盛宴 澳门国际音乐节 中仆文化艺术节 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 在这里 几乎每天都有 大大小小的文化活动 独具特色的文化 为澳门发展 诸入新动力 20年来 访澳旅客增长了4倍 2018年 在澳门举办的 会展数量 超过1400场 成为澳门 不断增长的新兴产业 近年来 客区政府持续加大 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扶持力度 创意城市 促产业多元发展 阿胡正在设计澳门新巴井的文创产品 三年前 在澳门文化创意基金的资助下 他实现了创业的梦想 如今 店铺已经开了十多家 澳门其实有很多 好漂亮的建筑 有很多好特色的发文 这个是一个陆军俱乐部里面的一个发文 他们都常在澳门的一个 一个不太不太能看到的地方 但是这都是很美的东西 其实我很想用自己的年轻的概念 新的创作手法 做成产品 让每一个女客都好喜欢的 把我们的产品带走 全部都每一个国家 希望大家都爱上我 我出生的小城澳门 回归祖国二十年来 从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到中国与普宇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 再到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基地 在不断增加的名片里 充满个性 有兼容并蓄的澳门味道 依旧在那里 充满活力的中华传统 依旧在那里 变与不变之间 这个曾经回荡着妻子之歌的小城 正在成为中国故事 走向世界的桥头堡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获取更多的文化资讯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文化时分公众号 参与互动 不仅有机会赢取演出门票 或者文创产品 还可以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 有机会和你喜爱的艺术家 面对面 请不吝点赞订阅